万人级别的乌军进入库尔斯克后 已有站稳脚跟的迹象 根据最新消息 乌军已经攻占了在库尔斯克的核电站 临近的10 各州面临断电危机 现在的乌军随时可能包抄乌东俄军的后路 且由于仅仅距离莫斯科450公里F16 战机45分钟可到达红场上空 在重重压力之下 俄罗斯将面临重大危机 X账号Alex Chen 今12日发文表示 乌军入侵库尔斯克 是俄罗斯自二战后到现在的81年内 本土第一次被真正入侵 库尔斯克面积近3万平方公里 但人口只有132万 还全部集中在有限的几个城市 属于典型的地广人稀 Alex Chen 推测 随助俄罗斯陷入危机 其89 各联邦主体可能各打算盘 让俄罗斯面临二次解体 X账号Peter Joe指出 入侵库尔斯克的乌军 用俄军尸体组成了一个字母 Z俄军的标志 意为胜利 以此羞辱俄军 相关图片显示 大量的俄军尸体被排成一个巨大的字母 Z 这两天 乌军入侵俄罗斯有个段子 是这么说的 泽连斯基在军事会议上 对乌军将领非常不满意 他说你们居然把方向弄反了 我明明说的是进攻克里米亚 不是进攻克林姆林 其实乌克兰军队总司令 希尔斯基上将是通过视频参加会议 显然他是在前线指挥作战 最大的可能性当然是正在指挥入侵俄罗斯 有人不喜欢我使用入侵这个词 入侵的英文叫invade 是阵述事实的一个动词 我以前在美军部队参观的时候 他们炫耀自己部队的光荣历史时 就会说 我不参加过入侵XX国的行动 乌克兰就是入侵俄罗斯了 这里用入侵两字感觉多爽啊 乌克兰战争已经好久没让我感觉这么爽了 昨天文章有一条留言 被我置顶了 大额一步步的 特别军事行动 特别军事互动 特别军事被动 这里也应该特别提醒一下朝鲜 该抗无援额了 今年6月 普京访问朝鲜期间签署的新军事合作协议 其中包括任何一方遭遇入侵 另一方将向其提供军事援助的规定 所以朝鲜有义务为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 除了提供会炸糖的炮弹 会自爆的导弹外 朝鲜应该出兵俄罗斯才对 毕竟家里的粮食紧张 不如去俄罗斯大块吃肉 当个饱死鬼 这两天一直有人在转发下面这条消息 俄记者质问美国对乌克兰最近攻入库尔斯克有何看法 美国乌院发言人米勒回答 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已经过去了近900天 今天克里姆林宫突然想起 国家原来是有边界的 但我看了看视频 没有看到米勒说过这句话 或许是我看的视频不够完整 被乌军入侵对普京来说真是一件十分丢脸的事 他向来以保卫俄罗斯而自豪 以前乌军中的俄罗斯军团袭绕一下边境也就算了 但这一次是乌克兰正规军大规模入侵俄罗斯本土啊 这显然突破了普京划定的红线 现在被迫撤离家园的库尔斯克居民聚集在市中心批评普京 他们问 俄罗斯的红线在哪里 看了两年半的战争了 我也不知道俄罗斯的红线现在画在哪里了 俄罗斯前总统 前总理 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呼吁俄罗斯立即做出回应 进军乌克兰并占领基辅 敖德萨和其他城市 不知道梅哥这一次又喝了多少福特加 俄罗斯有能力的话 两年半前就占领基辅了 俄罗斯两年半来一直在不惜士兵生命的进军乌克兰 最近更是加大了进攻力度 但收效不大 梅哥现在这么喊话不是让普京更难堪吗 库尔斯克战场的消息很混乱 因为乌克兰官方至今根本就没有正式承认入侵俄罗斯 也不知道入侵行动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而俄罗斯官方一直在散布虚假消息 目前的信息来源主要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自媒体 还有一些跟踪战场形式的网站 真实性都无法确认 今天有消息称 乌克兰已经控制了700平方公里的俄罗斯领土 你愿意相信就乐呵一下吧 乌军控制了苏甲镇 并控制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在该地区的计量站 周五 乌克兰军方电报频道宣布该设施 由第99机械化履地 61机械化营控制 这是一支作战经验丰富的部队 福布斯认为乌军最多出动了1万人 进入库尔斯克 至少涉及三个旅 第22机械化旅 第80空突旅和第88空突旅 以及特种部队和格鲁吉亚军团等小规模部队 但俄罗斯的军事博主称 战场上出现了十几支乌克兰部队的番号 比如上图提到的第99旅 很可能是乌军调集多个旅的一些精锐 我在入侵战争第一天就是被正规媒体的报道忽悠了 以为乌克兰就出动了300多人 300多人就只能是袭扰一下 实际上乌克兰军队当天就是大规模进攻 三个旅6000人分波次向多个方向发起进攻 乌军主力先是对俄军发起了电子战 切断了库尔斯克方向俄军的通信 让他们变成了瞎子 然后大量无人机进攻俄军阵地 无人机甚至精确撞入俄军的战壕和掩体 然后才是部队进攻 没遇到大的阻挡 目前看 正规媒体的报道偏保守 毕竟需要核实信息 这里有一点需要感慨一下 俄罗斯对上网的管控不严 对一些西方的社交平台依然是开放的 所以很多俄罗斯军事博主 在网上发布大量的库尔斯克战场图片和评论 大骂俄罗斯军官指挥水平低下 比如前天被海马斯发射极数炸弹团灭的俄军车队 运送的是刚刚入伍的一群新兵弹子 新兵弹子们真悲催 俄罗斯必须严格管控互联网才行啊 这样暴露军事机密的后果很严重啊 很有必要搞个平正上网 从目前库尔斯克战场的一些图片看 俄罗斯在积极调动部队 但调动的都是些轻装备的部队 包括新兵和瓦格纳被解除重装备的旧部 而且是靠卡车运输 这些部队是没啥战斗力的 在坦克 装甲车 无人机面前就是送死 这也说明俄罗斯现在缺少重型装备 即使有重型装备 也需要懂重型装备的人员来操作 现在即使给匆忙上战场的那位部队 一个步兵连十台装甲车 他们都不知道怎么操作 怎么组织进攻 何况是刚入伍的新兵弹子 当初九经沙场的瓦格纳兵变十 他们禁军莫斯科也是势如破竹 在重装部队到达前 俄罗斯只能利用空军和无人机来杀伤乌克兰入侵军 乌克兰为俄军制作的投降指南战争研究所 ISW的分析认为 俄罗斯暂时不会从东部前线撤军 还有报道说 俄在东部前线继续加大进攻 想趁乌克兰缺少战争资源的时候取得突破 我觉得目前普京处境很尴尬了 毕竟他的战争资源也是有限的 一 靠临时调集 缺乏装备和经验的那位部队来阻挡酒精沙场 装备精良的乌克兰装甲部队是不可能的事情 库尔斯克失守的土地只会越来越多 二 如果乌克兰入侵军挥师向东 进入比尔哥罗德的进攻哈尔科夫的俄军后方 目前进攻哈尔科夫的俄军很可能陷入绝境 三 如果俄罗斯从乌东前线调集重装部队守卫库尔斯克 乌东前线的乌军必然反攻 这正中了泽连斯基的下怀 目前库尔斯克没有俄罗斯的重兵 乌克兰入侵行动至少还能持续几天 无论库尔斯克战局如何变化 这一场入侵俄罗斯的战斗或战役决策确实英明 打破了乌克兰战场上的僵局 它不仅提高了处于困境中的乌军的士气 也让乌克兰的支持者为之振奋 并有可能影响美国大选中的乌克兰政策 全世界都以为泽连斯基开始服软了 他却打响了入侵俄罗斯领土的战斗 这让想通过加大战场力度来逼迫乌克兰和谈的普京很难堪 处于困境中的乌克兰 必须让西方世界看到战果 所以这一入侵行动的政治意义更大 当然我更希望看到它的实际战果 希望乌军能有效占领俄罗斯的部分领土 有利于未来的和平谈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declare vou danke